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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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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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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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成就了大事 如今 乱纳着你的当下 贫穷着你成不足 由你为主 你成就了大事 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 再次感谢你把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给赐给我们 主啊因你的贫穷我们成富足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你的受死我们得永生 因你的保血我们得赦免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你天天为我们成就大事 主啊今天你又为我们成就大事 主啊因为你的同在 事情从不耽误 因为你的同在软弱就变成刚强 你的同在主啊就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及时 让灵灯牧师就在 Zoom上面上来 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 谢谢恩主 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你的喜悦 讨你的喜欢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 谢谢恩主 感谢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们继续 请不吝点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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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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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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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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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准备自己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耶税人 耶税人 祝全能的神 借着灵度牧师 传讲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是的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要献上我们 满心的感恩 主啊 请你接受我们 满心的感恩 因为你赐给我们 无法数算的福分 灵度牧师 高他的口 给他话语 让他今天晚上所传讲的信息 都能蒙你的悦纳和你的心意 也都能感动所有弟兄姐妹们的心 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就讲以下的时间 恭敬仰望交托在你全能的手上 求你亲自掌管 与我们同在 也亲自的来教导我们 感谢赞美你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 孩子在你面前 如此的赞美祈求祷告 是奉了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 啊 我们首先 欢迎林东牧师来到我们面 到我们中间来 我们也欢迎 北区 北区西区的弟兄姐妹们 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啊 啊 十月的第一个礼拜五 我们说啊这个 啊 金秋十月啊 是收获的季节 愿今天晚上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都有一颗受教的心 啊 也可以啊 收获在这个秋天啊 收获我们鼠林上的成长 啊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时间交给美秀姐 给我们啊 放这个一段经文是这个诗篇一百二十五篇 诗篇第一百二十五篇 上行之诗 以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西安山 永不动摇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从今时 直到永远 二人的杖 不常落在一人的份上 免得一人伸手作恶 耶和华 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 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 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 一同出去受刑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好 好 谢谢 谢谢美秀姐 那 本来呢 我们是 我们每次聚会的 这个流程是要读这个 古居国语进行会的主题经文 和每月经句的 可是呢 因为 一季一会 宝贵的机会 我们 难得请到这个林东牧师 来到 我们这个联合团企 所以呢 那个经文又很长 所以我们今天就 把它skip的 然后呢 我们就把时间 比较充裕的时间 比较充裕的时间 交给林东牧师 让他来给我们讲专题 那下面我们以 热烈的掌声 欢迎林东牧师 好 林东牧师有请 林牧师 你那个麦克风要打开 好 弟兄姊妹 祖类平安 好 听得到我声音吗 这声音可以 感谢主 好 那我现在 我就共享我的PPT 好吗 好 今天晚上很高兴 能够和大家一起 再一次相聚在主的面前 那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叫蒙恩人的感恩 蒙恩人的感恩 我相信这一段圣经 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就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 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 好 这段圣经 我想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再看一下这段经文 好 这段经文呢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就是那个长大麻疯的 在主的面前呢 被主的得到主的医治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我读大家可以看或者可以听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疯的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喊着说 耶稣 夫子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生子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好 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在2022年 你带领我们走过了四分之三的路程 我们把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你 主啊 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 求你来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求你时时刻刻用你的恩典 扶持我们 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是需要你 我们也真是仰望你 我们深深的知道 我们不能离开你 因为离了你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哪怕最小的事 我们也做不成 所以亲爱的主 求你施恩 帮助带领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以得你的恩典 就让我们时时刻刻 在你面前 继续的感恩 继续的仰望 继续的交托 继续的在你面前 把一切的歌颂赞美 都归给你 愿主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交给主 愿主你的圣灵 用你的荣光 把你的话语照亮 刻在我们的心上 与我们同在 向我们说话 提醒我们 带领我们 感动我们 激励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蒙恩的感恩人 谢谢主 赞美主 荣耀归给亲爱的主 如此祷告感恩 交托仰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也读过好多遍了 那我想今天 还是用这样的一段经文 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做一个蒙恩人 做一个感恩的人 愿主祝福帮助带领我们 让他的话语生根在我们的心中 首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想把它分 有两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方面我想 为得恩典的恳求 为得恩典的恳求 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只能做一个 恳求上帝恩典赐给我们的人 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说 耶稣去到 进入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 当他要去加利利的时候 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圣经说有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里面 全部都是长大麻疯的 全部都是长大麻疯的 我们大家都很 大概都比较了解这个大麻疯 这大麻疯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传染病 很可怕的传染病 他传染性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烈 而且呢 他这种的大麻疯病呢 他主要侵蚀人的皮肤和神经 侵蚀人的皮肤和神经 所以一个人呢 如果你得到大麻疯呢 不但是毁容 而且呢 这个病毒啊 会很长时间的 对你的身体 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 然后呢 你传染性很强 所以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呢 经常会被隔离起来 会被隔离起来 你知道吗 在中国啊 1949年的时候啊 有人做一个统计啊 到1950年的时候 中国有大概麻疯病人有50多万人 50多万人了 当时啊 麻疯村 1199个 麻疯村 1199个 所以这样的人经常是被隔离起来 你知道这种人其实是很痛苦 不但他们的身体 带来很大的伤害痛苦 鼻子塌掉了 那个手腐烂了 但是他不会觉得痛 因为神经性的麻痹 神经性的那种的侵害 所以他们不觉得痛 但是呢 你如果跟他握一个手 那你糟糕了 他的肉都在你手上 伸过来的时候 是一双手 抽回去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几根白骨 但他又不痛 所以这种人呢 又很容易传染 所以当时1199个这样的麻疯村 或者麻疯院 多半是谁在照顾呢 很多都是这些外国来的宣教士 外国来的宣教士 特别在陪伴他们 照顾他们 向他们传福音 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这种人 他们长期被歧视的时候呢 不但露体痛苦 而更重要的是心灵里面的痛苦 长期被歧视 长期被亲人隔离在外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 犹太人 犹太人 圣经要求他们 跟这些病人要有一定的距离 免得被传染 这距离大概有多长呢 大概50米 50米远 50米的远距离 第二个如果你不保持50米的距离 你的脚上呢 要绑一个铃铛 要绑一个铃铛 一走路的时候 铃铛就会响 人家就远远的躲开 如果你不绑铃铛呢 你嘴巴上要大声的喊 大麻疯病人来了 大麻疯来了 所有的人都跑开 都闪开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个人长的大麻疯 自己嘴巴上还要常常喊大麻疯 而且人家看到你都躲着闪着 你坐过的遗址 别人不敢坐 你摸过的东西 别人不敢摸 所到的地方 大家都躲你远远的 谁跟你讲话 谁跟你交流 没有人理你 大家都躲着你 看到你就跑 所以这个长大麻疯的人 没有亲人 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他们十几个人围在一起 互相取卵 互相抱团 内心里面 这群被人歧视 被人隔离的人 他们在一个村子里面 那一天他们听到 耶稣从那里经过 在他们的内心里面 很难起的希望 他们听过耶稣的名 他们知道耶稣 他们就找耶稣了 圣经 所以圣经说 他们迎面而来 他们有意的 带着目的的 带着内心里面的盼望 来找耶稣 迎面而来 他们带着他们的需要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要恳求耶稣 他们知道 这个世上 没有人能够依止他 他们需要主 而且相信 这位主不会拒绝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带着你的需要 来到主的面前 就像这个 十个大麻疯病人一样 他们知道主不拒绝他 但是他们就远远的 站着大声的呼喊 大声的呼喊 他们的喊叫什么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注意看 他们对主耶稣的称呼 耶稣夫子 这样的一个称呼呢 其实你可以看见 他们对主耶稣的认知 不是很深刻 他们只认识耶稣 只把耶稣叫夫子 老师 老师 或者是医生 他们还没有把耶稣 认定为他们的救主 他们还不认识主 他们只认识耶稣 是个夫子 但是他们相信 这是一个有能力的夫子 这个夫子能够医治他们的病 他们的大麻疯病 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高声的喊 可怜我们吧 可怜我们吧 圣经说 耶稣看见 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 把身体给祭司擦看 圣经说 他们去的时候 就洁净了 他们去的时候 就洁净了 他们都呼喊 耶稣听到 但是这一次 很有意思 主耶稣在这里 没有直接给他们得医治 你们得医治了 你们的信心救了你 耶稣有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大麻疯病人的时候 耶稣有时候会过去伸手摸他 他的病就好了 但是你注意到 耶稣的医治啊 每一次都特别的不一样 都很有特色 因人而已 所以上帝 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 非常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他在这里 他没有伸手去摸他们 只是远远的传递一个信息给他们 说你们去 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这我们就要来讲到就业 就业中间 对待这种病人 常常是用隔离的方式 那隔离如果好了以后 谁来定他好呢 最后决定他好的是谁呢 不是医生 不是组长 不是长老 会堂里面的长老 不是 谁 祭司 是给祭司查看 给祭司查看 祭司才有权力来定 他们这个病好了没有 所以最后一关是由祭司 而祭司 而祭司鉴定完以后 祭司献祭 他们要献祭 表示一个公开的赞美和敬拜 他们的病就好了 他们就好了 就可以回到社会中 回到家里去 回到他们的亲人里面去 所以祭司是最后的裁定者 耶稣在这里 只跟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既没有给药 也没有摸他们 也没有说他们好了 耶稣跳过所有的医治的过程 直接进入最后一个 给祭司查看 也不需要隔离 什么都不用 免具整个医治的过程 直接让他们走到最后一步 就是祭司查看 祭司说好就好 请大家注意 主耶稣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信心的挑战 是一个信心的挑战 没有过程 没有过程 直接就好了吗 我们盼望有一个过程 让我们内心能够接受 给我一个药 给我一个拥抱 给我一个护摸 或者给我一句话 我们很盼望有这样 但是有时候 耶稣却直接让我们去找祭司查看 其实是对我们信心发出了一个挑战 你信心你有信吗 你相信主耶稣的这句话吗 你相信吗 你敢迈出这信心的一步吗 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捷径 他们去的时候就捷径 他们去的时候就捷径 他们要接受这个信心的挑战 主耶稣要让他们看到神的伟大 你有信心吗 第二 他们去的时候就捷径 主耶稣让他们去经历 主耶稣让他们去经历信心的成就 去的时候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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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去的时候那个内心里面的信心就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成长 他们必须相信主耶稣的这句话 他们相信走到祭司面前的时候 他们就捷径 他们就捷径了 哇 主耶稣真的很会造就我们 让我们去经历那个信心的成就 经历信心的成就 让我们每通过每一件事情 我们的信心都在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长进 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 主耶稣让我们在生活中 在工作中 在事业上 在社交里 我们遇到一些事 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中 我们经历到事情 这些事情对我们的信心都是有益处 它让我们去经历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那个上帝话语的成就 成就在我们的中间 信心很重要 他们不是好得再去给祭司查看 他们是去的时候就捷径 不是捷径的去 这很重要 主耶稣在训练 栽培 他们的信心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 主耶稣让他们去的时候就捷径了 让他们参与这个神迹 参与到这个神迹的中间 神迹的发生是要他们去 神迹的发生在于他们的去 当他们的脚迈出去的时候 神迹就开始发生了 神迹就开始发生了 可能他们一边走一边就看见 他们的身体就渐渐好了 大麻风就渐渐被医治了 他们参与到这信心的神迹的中间 当他们的脚迈出去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就好了 哇 他们参与在里面 参与很重要 主耶稣的神迹发生 让这个神迹发生 让他们参与了 是他们的脚迈出去的时候 就开始得洁净 这多么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真的盼望是洁净了以后再去 但是主耶稣 带领我们是在过程中间 去的过程中间 我们才得洁净 主今天 有时候借着很多事情 在操练我们 挑战我们的信心 主耶稣让我们去经历 信心的成就 主耶稣让我们参与在信心的神迹的中间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多么盼望我们的信心 能够在他的安排中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长进 你试想想 那一天他们在那边如果等 等到洁净了才去 永远没有神迹的发生 永远没有神迹的发生 主耶稣是让他们去 你相信这句话吗 你们去 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遵守神的话语 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迹奇事就发生了 神迹奇事就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这是最奇妙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他里面 真正的有这样奇妙的信心发生 好 我们来看 信心的第一步 看见我们的需要 并将需要带到主的面前 这是信心的开始 是以满足我们自我需要的祈求 神有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有需要 生病啊 家庭有这个事情啊 孩子的读书啊 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问题啊 让我们看见我们有需要 有需要 当有这需要的时候 主耶稣盼望我们能够把这样的需要 把这样的难处 把我们处理不了的事情 带到主的面前 请注意 当你把事情带到主面前的时候 这是信心的开始 这是信心的开始 但是这种信心呢 其实第一步是满足自我需求 自我的需要 这时候你求的东西 都是在我的需要的里面 在我的需要 是我的 的需要 所以 信心 什么是信心 信心 信心是相信 你交给神的难题 神能照着他的美意和大人 来帮助你 所以啊 神能照着他的美意和大人 信心是你相信交给他了 你交给神的难题 但是上帝不是照你的意思 是照着他的美意 照着他的美指 照着他的大能 来帮助你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求神 照着我们的想法 我们给上帝画好的路途 画好的路径 我们给上帝做好的计划 我们给上帝画好的整个步骤 然后跟神说主啊 你就照着这样来做吧 主啊你让我得一事 我才去找祭司查看 主啊你祝福这个药 我吃下去以后我病就会好 我们很多的时候 会告诉上帝要怎么做 我们好像也有信心 但是这个信心很不完全 是盼望上帝照着我的计划 来成就我 成就是我的计划 我的意思 计划我会做 但我做不到 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求上帝照着我的计划行 经常我们会这样 经常我们会这样 求上帝来这样 我们教上帝要这样做 那样做 我自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 有一次我要去礼拜堂 要去参加一个敬拜赞美 我要去唱诗歌 当我刚要出门的时候 从公司要出发的时候 突然间下大雨 突然间下大雨 然后我就祷告 主啊 求你让雨停下来 因为我要去教会 我要去服侍你 请问这个祷告有没有错 目的对 但是我教上帝 让雨停下 主你说有信心的人 能让这座山移开 信心向借菜种就可以 我现在 凭着信心丰富 天雨停下 眼睛一睁开 雨不但没有停 反而更大 心里面 主啊你这么一听我祷告 我要去聚会 我又不是去玩 我要去服侍你耶 我要去唱赞美诗啊 怎么还下那么大的雨 但是接下来 突然间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 林东兄 你是要去礼拜堂吗 我这里有一把伞 神没有让雨停下 神没有让雨停下 神赐给我一把雨 很奇妙 我那天从那件事上突然间想到 是啊 很多的时候我以为我有信心 我在为上帝指手话讲 我求上帝照着我的意思 来满足我的需要 好像有信心 但是以自我为中心 让上帝的大人来成就我的意思 不是成就神的美 那天我才知道我其实是多么的没有信心 我是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 我是多么的自我 所以神有时候啊 我们来看这几个 神有时候主耶稣会挑战 会给我们接受信心的挑战 耶稣要我们去经历信心的成就 主耶稣让我们参与信心的神迹 所以当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 那是主耶稣在操练我们的信心 操练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懂得把事情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就开始在神面前蒙恩 我们就开始蒙恩 我们如果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成了一个蒙恩的人 蒙恩的人 我们就蒙恩了 所以我们感谢神 今天我们相信主 我们接受主 我们相信接受他 顺服他的话语 我们成了一个蒙恩的人 但我们接下去继续看这段的圣经 一个蒙恩的人 要学会感恩 叫为献感恩的蒙恩 我们来看接下去的圣经 圣经说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 又服服在耶稣的脚前 感谢他 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哦 这中间一个人回来 大声归荣耀于神 十七节 耶稣说 接近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 事情 接下去发展 这十个长大麻烦的 得接近了 他们顺服 他们听从主耶稣的话 他们有信心 他们得接近了 圣经说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好了 就回来 大声归荣耀于神 又服服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刚才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好了 他要献祭 献祭表示什么 敬拜上帝 做一个公开的见证 做一个公开的见证 圣经说 这十个长大麻烦的 中间有一个人见自己好了 他就回来 回到主耶稣的面前 圣经说 大声归荣耀于神 注意 他回到主耶稣面前来 他来感谢主耶稣 注意 圣经说 是大声归荣耀于神 表示什么 他相信他得以权欲 乃是出于神的作为 表示他对主耶稣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前面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们喊主耶稣叫做耶稣夫子 而这个人回来 大声归荣耀于神 表示他这时候对主耶稣的认识 提高了 不一样的 经历过神迹之后 经历过神的恩典之后 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要学的 经历神的恩典之后 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原来他们的认识 只认识耶稣夫子 而这时候 他们认识耶稣神这个人 所以他会回来 大声归荣耀于神 不是归荣耀于夫子 不是 你看到没有 这就叫信心的成长 对主耶稣有认识 我们经历过事情以后 信心会不会成长 在于我们对神有没有更深的认识 对神有没有更深的认识 对神有没有更多的 来感恩归荣耀给他 大声归荣耀给神 圣经又说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 感谢他 俯伏在耶稣脚前 表示以谦卑和感恩的心 敬拜主耶稣 以谦卑和感恩的心 敬拜主耶稣 完全的俯伏 注意看俯伏这个词 不是贵而已 叫五体投地 用我们中文来讲 四肢着地 趴在地上 头也要趴点 趴在地上 表示完全的谦卑 无限的感恩 要感谢他 圣经说 这个人是撒玛利亚 哎呀 好像很不对称 应该感恩的 是那些犹太人 那些人有信仰基础 那些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有信仰很好的背景 但是 今天回到主耶稣面前的 却是一个 对神没有信仰基础的 一个外邦人 撒玛利亚 一个撒玛利亚 好我们来看 主耶稣在这里 发出了一句话 他说 捷径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 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注意看 这里三个问号 三个问号 三个问号 捷径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与神吗 你细细听这句话 你会有很多的感触 主耶稣的话 带有责备 带有责备 这些人只想得接近 却不懂感人 这些人求的都是以他们自己的需要 来求 只关心自己的需要 而一旦他们得着了 不会感人 不会感人 你知道 我们今天中国 我们大陆这边 很多的大学老师都在反思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里的大学大学生 现在 渐渐发现 这些大学生叫高分低能 分数很高 很会考试 考试成绩很好 但能力低 高分低能 不但低能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叫素质 所以现在他们觉得素质也低 所以现在大学他们注重一个叫素质教育 这些孩子出来的素质不高 而这个素质不高 渐渐发现 归咎于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孩子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不懂的感恩 都觉得应该得到 当然这个和追究下去有很多的原因 可能也有什么独生子女的政策 各个方面的原因 带来很多这样的弊端 每个孩子都自我为中心 就觉得一个人 反正有六个人 六个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外公外婆在爱他 所以渐渐孩子 不觉得感恩 都觉得应该的 没有感恩 在信仰里面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感恩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的 中国的教育 缺乏素质教育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信仰 最重要的是需要信仰 你有信仰 你就会感恩 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 就是带着感恩 就是教我们如何去感恩 你看主耶稣 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话语中带着责备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求的很多 我们感恩的很少 我们要的东西很多 感恩的时候就少了很多 你想想我们如果祷告 祷告半个小时 祷告15分钟 请问你感恩有多少句话 你求有多少句话 求的时候 自己啊 先生啊 妻子啊 孩子啊 孙子啊 家庭啊 公司啊 工作啊 经济啊 健康啊 我们什么都求 感恩的有多少 有了也有感恩 那几句话 潮潮了事 马马虎虎 求主帮主帮 他们求的时候很迫切 感恩的时候跑的 十个就剩下一个 第二 主的话语含有失望 含有失望 对这些人 从情感上面 有人那种说 捷径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 那九个在哪里 得恩典的时候得了 可是就不会回来感恩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也没有别人 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对另外这九个人 有失望 意思本来应该他们要回来感恩的 得了这么大的恩典 却不懂得回来感恩 第三方面 主的话语含有惋惜 含有惋惜 那九个在哪里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 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但我们要问一件事情 惋惜什么呢 请你注意看 接下去的话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哎呀 原来主耶稣在这边 为回来感恩的能 预备了一个更大的 一个恩典 要给他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时候 我们会想 哎感恩啊 那就是把荣耀 归给神 那是神得着 神得着 但是我要说 其实感恩 是我们得着 是我们得着 你知道吗 你细细想想 这些人 他们 刚才我们说 他们长时间被别人隔离 长时间被别人隔离 看到他都会怕 内心会被扭曲 弟兄姊妹 疫情来的时候 很多人被封控起来 被隔离起来 你知道他们的感受吗 我与好多人这样的人 我跟他们有沟通 我跟你讲好多人都会得抑郁症 好多人 不讲话 没能跟你讲 我跟一个飞行员 他找我 一定要找我 他没兴趣 他旁边有基督徒 通过基督徒来教授 跟我认识 请我吃饭 跟我聊了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一年365天 他200多天被隔离 200多天被隔离 飞烫飞机回来就要被隔离 一隔离就是14加7 200多天被隔离 他关在十几平方的房间里面 有啦 有电视啦 有手机啦 这些都有啦 给你吃啦 吃也很好了 住的房间也很好 但是你就不能出去 他说人都要疯了 在里面运动啊 俯卧撑啊 仰卧起坐啊 人都要疯了 感恩是什么 一个人回来感恩 主耶稣知道 那个感恩能让我们的内心得意志 不单单是你身体要得意志 还有你的内心要得意志 你的内心怎么被意志 感恩很重要 感恩很重要 所以感恩呢 会让你的内心里面充满喜乐 你的内心里面会充满喜乐 没有信主 没有信仰的人 关在那里面 有人跟我说 他哇 我以前以为我退休以后 我只要没事干 我坐在房间里面 我都很高兴 他发现 原来坐在房间里面 让你不出去走动 那更可怕 没人跟你讲话 更可怕 人家看到你都看到瘟疫一样 躲得远远的 都戴防线服啊 戴口罩啊 你看到他们都要晕倒 心里都会有障碍 但是一个基督徒 内心里面会感恩的时候 你有诗歌 你会唱诗 你会赞美 即便你关在房间里面的时候 你有诗歌 你会赞美 你有个感恩的心 你内心里面充满的喜乐 没有抑郁 没有忧愁 有信心 有感恩的心 所以感恩不是神要 感恩是我们需要 神当然很盼望我们懂得感恩 神归荣耀与神 但是神知道 其实感恩是对我们有更大的医治和帮助 他多么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颗感恩的心 如果你不感恩 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冷酷 你不感恩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孤独 越来越孤单 你不感恩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自私 你不感恩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自我为中心 你不感恩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骄傲 越孤独 越自大 所以神盼望我们感恩 给我们内心得医治 会充满喜乐 这个喜乐一来你就没有忧愁 没化虑 没抑郁 一格里很多抑郁 甚至有会跳楼 有些会自杀 有的会每天流泪 很孤单 但是 如果你有一个感恩的心 你内心里会满足喜乐 感恩 让我们与神关系更亲近 是吗 越感恩 越甜蜜 越感恩 越感谢神 你发现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因为你借着感恩 越来越走近神 靠近神 归荣耀于神 归荣耀于神 来到上帝面前赞美歌颂我们的神 你与神的关系更亲近 不仅如此 感恩使我们再次蒙恩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注意啊 听这句话 主耶稣的话 你的信救了你 请问 为什么主耶稣不是说 你的感恩救了你 为什么不是说你的感恩救了你 他明明会来感恩嘛 感谢主耶稣嘛 归荣耀于神嘛 应该是你的感恩救了你啊 不 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 因为感恩是信心的表现 再说一遍 感恩是信心的表现 你不感恩 你就没有更没有信心 一个人有信心的表现 在于你感恩 你知道这是主耶稣 的工作 主耶稣的作为 你感谢他 你赞美他 你越发赞美的时候 是你信心的表现 就越发的显出你的信心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长大 所以主耶稣看到他回来的时候 是看到他的信心 而他的这个信心 他的这个感恩 让他再一次的蒙恩 是什么 救人 你蒙救了 你前面是得医治 现在是救了 好我们看 这个人第一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他呼求 他跟着那九个人一起呼求 他得到了第一个恩典 是医 而这个医 只是在身体上面得医治 大麻风得解禁 身体上面得医治 他的病好了 他身体好了 他得医治 但他懂得医治以后 其他的九个人走了 跑回去了 走到社会里面去了 找自己的家人了 找自己的朋友了 没有一个人会回来感恩 每个人开始去享乐了 我自由了 我现在可以跟别人一起玩耍了 他们走了 他们得到的恩典 有没有得恩 有 但是只停留在表面 没有深入进去 没有得到一个更大的恩典 他们不知道 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一个更大的恩典 要给他们 这个恩典 是需要他们回来感恩的 是需要他们回来赞美神的 他们已经蒙恩了 但不懂的 但不懂得感恩 他们就失去一个更大的更深层次的 或者更多的一个恩典 要赐给他们 他们就没有得到 因着他们没有感恩 就失去了一个更大的恩典 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是关乎生命的 是深层次的 不停留在身体 身体会过去 身体是相对 但一个更深的一个生命 是被救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你回来感恩是信心的表现 是那信心的 你相信这位主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 你回来感恩 来赞美他 从而你得到一个更大的恩典 你生命成熟 生命得救 生命更加的丰盛 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 得到上帝的生命的丰盛 是透过你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感恩赞美 而感恩赞美体现就是在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会越来越丰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需要在神面前多多的赞美感谢荣耀贵于神 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多多的歌颂赞美荣耀贵于他 你就会得到神更丰盛的恩典 更丰盛的恩典 更大的恩典要赐给你 主要祝福 让我们在得恩典的道路上 不半途而废 而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是 我们得到恩典 懂得在神面前做一个感恩的人 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我们就说这人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在一个家庭里面 你忘恩负义就不孝子 你对你的爸爸妈妈 你不懂得感恩他 你不懂得感谢他 你觉得一切都是你自己 你父母亲会高兴吗 如果你的孩子不是一个感恩的人 请问你会高兴吗 你会高兴吗 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做一个事情 你看到一些爷爷 去买了一包的巧克力 给他的小孙子 给他一粒 知道你的小孙子很爱吃这个巧克力 你专门买他喜欢吃的那个巧克力 你给他 给他一粒 他很高兴 谢谢爷爷 拿起来拨起来 就要正要塞到嘴巴的时候 爷爷说 爷爷很爱吃 你能不能给爷爷 这小孩子有两种表情 第一种 赶紧塞进去 爺爺想要吃 好不容易给我了 还想给我拿走 赶紧吃下去不给他 第二种孩子 刚要塞进去 爷爷要吃 再给爷爷 马上给爷爷 因为爷爷要 就给爷爷 我请问 这爷爷 如果有这两个孩子 这两个小孙子 他会更爱谁 你知道有一个牧师 有一天他就是这样 哇 他的小孙女 把那个巧克力又还给他 的时候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从袋子里面拿出一整包 给他的小孙女 这一包都是要给你的 都是给你的 因为你很爱吃巧克力 但你更爱爷爷 所以感谢神 有时候是一个价值观的体现 这位神在你的内心里面 有多少的价值 这是我得到恩典的 是我可以去享乐了 是我可以去找我的朋友 我这时候就把我的神就放在一边了 我忍若他了 我忘记他了 我找我的快乐去了 很多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会这样做 我病好了 我要的东西得到了 我的工资涨了 我住豪宅了 上帝听我祷告了 我现在给你好好享受了 我们就忘记神了 把神就放在一边了 我们失去得到一个更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见 蒙恩 感恩 再次蒙恩 或者叫做更多的蒙恩 我们只得到第一个恩典 如果你没有中间的这个感恩 就没有后面的再次蒙恩 或者更大的蒙恩 或者叫更多的蒙恩 我们就失去了后面的这些 更深层次更丰富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生命也就停留在这里 我们的信心也停留在这里 主耶稣 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 你的信 救人 你的信 救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们是不是一个在神面前 懂得感恩的人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 再一次的来反思 所以我们来看 蒙恩人的感恩 为得恩典的恳求 为献感恩的蒙恩 今天 你带着你的需要来到主耶稣面前了吗 你凭着信心求 恳求 神会给你恩典 但你得到恩典之后 你会来到神的面前感恩吗 赞美吗 你会继续的来服侍吗 来奉献吗 来敬拜吗 来荣耀他吗 愿主祝福我们 那是我们信心的表现 你会在神的面前 蒙更大的恩典 更多的恩典 更丰富的恩典 更深层次的恩典 主的恩典 为我们预备 更大的恩典 我们常常要到年底 才会来数算 我们得到的恩典 但是当我们 来到今年的第三季度已经过去 我们在神面前 先来做一个感恩的回复 好让我们在接下去的一个季度中 让我们能够蒙更大的恩典 更多的恩典 我们不要等到年底才来判算 可惜我们已经都过了 2020年都过了 我们才来感恩 我们今天要感恩 是为了得更大的恩典 第二 你为你得到的恩典 有感恩的行动吗 注意看是行动 这个人的行动是回来 俯伏在耶稣的面前 大声归荣耀余生 感谢主 你为得到的恩典 有感恩的行动吗 或者你要用什么的行动 来表达你对主的感激之情呢 其中有一方面 你可以把今天得到的经文 或者你的感动 去和你身边的人一起分享 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赦免我们很多的时候 得到你的恩典 却不懂得感恩 主啊赦免我们 曾经的忘恩负义 饶恕我们 许许多多 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赞美 即便有时候我们感恩 也是忽厌 却不走心 主啊求你今天帮助带领我们 像那撒玛利亚人一样 大声归荣耀一声 俯伏在地 敬拜神 赞美神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在过去的九个月中 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 疫情中间你保守带领我们 看顾了我们 赐给我们健康 赐给我们生命 我们深深的知道 那病毒没有侵入到我们身上 或者没有给我们带来伤害 都是你的恩典 医治看顾和保守 不论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们的服饰 我们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敌了你 我们什么都做不成 我们什么都不死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 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蒙恩 冤主 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愿你祝福你的话 深深的根子在我们的心里 仰望祷告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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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林东牧师 我 我当时看到海报上 这个林东牧师的这个 他的专题的题目的时候 我就想了 蒙恩人的感恩 我觉得这个题目 很有意思 而且值得你去思考 然后我就去做一点功课 因为林东牧师把它列的主要的经文讲 是那个路加福音十七章里边的十一到十九节 我就再看了一遍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不就是一个循环吗 你看啊 蒙恩的人要到主面前来感恩 对不对 那感恩的人又会得到主再次的蒙恩 再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恩典 是不是 当然我没有总结的那么好 可是今天林东牧师给我们讲的更清楚了 而且说 你那个感恩嘛 我们的心就能得到医治 我们的心也能得到满足喜乐 感恩呢也是我们跟神更加 使我们跟神更加亲近 也能使我们再次蒙恩 而且 林东牧师提到的一点 我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感恩是我们信心的表现 那我相信 我们听了这个 林东牧师的这一篇信息啊 大家都可能跟我一样 有那个毛色顿开 提呼灌顶 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来问林东牧师的吗 珍惜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再次要邀请到 林东牧师来给我们讲专题 可能要等到明年了对吧 所以把握机会 还有一点时间 如果你有什么要回应的 有什么要问林东牧师的 那就现在开放这个时间 来给大家提问好吗 好 把握机会哦 我要再说把握机会了 我刚才说到那个 我们 我们得到恩典 我们感恩 我们得更大的恩典 那我们再感恩 再门根 其实是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 我们就是像滚雪球一样 不断在神的恩典里面 不断的门恩 我们的心也不断的在感恩 所以感恩和门恩是 相互循环 不断的 成长 所以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生命也在神的里面 不断的成长 我们就会做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就能更大的恩典 所以感谢主 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 也在这个过程中间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长大 我今天听了林东牧师的讲道 我今天变得很感动 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愿意做个每天每时会感恩的人 因为他说 越感恩越蒙恩 越感恩越蒙恩 真的实在是这样子 所以我 我从现在开始 愿意做一个每天我每个时候 我都愿意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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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敏仪真的是很美好的生命 真的是感谢主 真的感谢主 刚才 我们的感恩节是11月份 我们的感恩节是11月份 是的 11月是感恩节 对 那林东牧师 他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说 那唯一的一位回去感恩的人 是撒玛利亚人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这边可能就 其实这边没有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特别的意思 好像在讲这个撒玛利亚人 特别是一个外邦人 这个外邦人 其实可能他从他的角度来讲 他本来是一个 从地缘来讲 从种族来讲 他跟主耶稣是 比犹太人来讲 是更疏远的人 但是他今天特别的蒙恩 特别得到这恩典 他就特别珍惜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刚刚来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就对神的恩典特别敏感 有时候做一个老基督徒 反而我们有时候渐渐会麻木掉 所以你越不感恩 你的心会越麻木 你懂吗 我们越不感恩 我们的信心各方面 对神 对神的话语 对神的旨意 对神的带领 会越来越麻木 这个撒玛利亚人 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不是犹太人 我跟这些人比起来 我也不是 我跟主耶稣好像 更隔了一个种族的一座山 但是我今天都蒙恩了 哇 他觉得特别的欢喜 特别的快乐 他就特别的感恩 我觉得可能在这里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要学习这个撒玛利亚人 对神的恩典的那种的敏感 对神的恩典 深深觉得自己的不配 他会更加觉得我不配 我是撒玛利亚人嘛 但是我今天蒙恩了 我得到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越谦卑 越放下自己 越懂得感恩 谢谢主 我记得徐牧师以前跟我们提过说 你要常常喜乐 你就会不住祷告 一不住祷告 你就会凡事先 然后一凡事先 你又常常喜乐 你又不住祷告 不住祷告又是凡事先 所以同样的 就在主教导我们 是 是 这也是一个循环 很美的循环 对 谢谢主 主耶稣 在 经文里面教导 那那个经文里面教导 我们叫凡事 血恩 的确是 不是很容易 凡事血恩 而且是神的旨意 不要说好的事也要血恩 好的事也要血恩 实在不是很容易 在实际生活上的应用上面 但是呢 在刚才那个路加福音17章17节又说 主耶稣的确是很盼望我们血恩的 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呢 只有一个人回来 我想主耶稣是很在乎的 那他会问说 跌进了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所以我自己常常问自己 我究竟是那一个人的还是那 那九个人里面的一个 只有我有时候会这样想 这这一比九啊 有时候也在告诉我们就是 其实不感恩的人会更多 哈哈 真的是会这样 啊 有时候我们 刚牧师也讲 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做基督父做求 对领受神的恩典 不太敏感 对 是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 不容易 真不容易 凡事谢恩 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 一个一个只有一个基督徒生命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才会凡事谢恩 我记得在我们教会里面 跟一个一个老长老 他就是这样 不管什么事情 凡事谢恩 被板车撞到了 他也说感谢主 生病了感谢主 我什么都感谢主 我开始以为他是口头禅 你懂吗 后来发现不是哦 你真的你你常常说感谢被板车撞到 你会生气对不对 但是你一说感谢主 气没了 气也气不起来了 你想把骂人不敢骂了 感谢主了 你还骂 所以一下心平气 所以你常会感恩 你那心 你那生命 真的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哈哈哈 我听过一个姐妹见证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她说她常常听基督徒动不动 感谢主感谢主 她觉得很肉麻 可是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她在女儿的 她女儿是那个眼科医生 所以她在那个一线差 她女儿又年轻医术都有好 可是在一线之差 她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她那时候就真正的会感觉到说 这一句感谢主是多么的帮助 所以她真是就从那个时候 我相信她就凡事都是感谢主 她听到这句话也不再觉得是肉麻了 感谢主 我们遇到顺利的事情感恩很简单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难处的事情的话 我们也会感恩 怎么怎么倒霉 今天我又碰到这个事 又碰到那个不顺利的事 我们会感恩 但是按照我刚才林东牧师讲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真是要凡事谢恩 即使不对的事情的话 神在这里面也会帮助我们 来走过我们这个没有办法 面对的难处的过程当中 借助感恩我们有力量 来面对着这样的难处 来走过去 是 是 是的 阿门 还有人要分享吗 把握机会 有没有话要跟我们说 谈记着信 那个 我本来是想还把时间留给大家 来跟 来分享今天 或者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或者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可以 要来问这个 林东牧师的 所以我就没有 那既然大家现在不讲了 那我来讲 我来讲 那感谢主 也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林东牧师来到我们中间 给我们传讲这宝贵的信息 那我们听了林东牧师讲的这些 我们肯定是要像 那个信息里面讲的那样 我们要大声的 怎么样 大声的归荣耀于神 对不对 我们要复复在主耶稣的脚前 来感谢他 对不对 我们不要做那九个 让主耶稣觉得有一点失望 或者说有一点难过的 让主耶稣心里难过的人 我们要做那一个 来到神面前 大声的向他感恩 伏伏在他的脚前 归荣耀于神的那个人 对不对 好 所以我想 我们为了今天的信息 为了林东牧师 为了我们大家今天 团契的时间 我们要感谢主 归荣耀给我们的主 但是呢 我们要把我们 热烈的嗓声 送给我们的 这个讲员 这个林东牧师 好不好 小剑不想的 杨文有什么事情 要跟我们说呢 那个 因为我想 因为我们是三个团契 联合团契嘛 所以我说 如果有通知 我们是出在我们自己的 团契的群组里边 那就不在这儿报告啊 或者什么 因为每个团契 他们要报告的事项 不一样 如果 我会把那个 我们东区的通知 出在我们的群组里 那别的去的弟兄姐妹 也许他们也有 他们要报告的事情 那他们可以 会后在他们的群组里 自己报告好吧 那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大家 刚才分享的也很好 那我们现在 就请 我们的吴妈妈 给我们做一个 结束的祷告 好吧 吴妈妈 好 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今天晚上 我们三个团契 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 借助你中心的普人 林东牧师 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不仅要听到你的话语 要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 主啊我们真是说 圣经里面讲说 我的神必照着祂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我们一切所需的 都充充足足 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能够相聚在这里 就够我们一起的感恩 我们在这个 不管再经过一个季度 经过一年 经过两年 若不是神的保守 我们今天能够大家都这样 欢欢喜喜 平平安安的相聚在一起吗 主啊每天都是经历你同在的恩典 我们真是要感谢你 主啊求主让我们听到了 这个吴林东牧师的分享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真是就会做一个天天实实感恩的人 因为我们一感恩 我们要经历到你大人的作为 我们一感恩 正是我们就一喜乐 我们一感恩 我们就一蒙恩 实在就是这样子 我们多么盼望 我们能够做一个能够多蒙恩的人 我们就要学习 我们俩来感恩 主啊就求主祝福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 免得我们得罪你 主啊让我们听你的话 真是我们愿意按着你的话去行 保守我们聚会 大家平安的回到家中 保守我们的弟兄 林东牧师 他在那边的服事 主啊也是很不容易 求主给他立上加利 恩上加恩 借着他所领受的话语 来喂养 来扶持 鼓励众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